今天是2022年6月9日星期三 一年前的今天 周深的新歌《繁星璀璨的天空》正式发布了 这种歌曲是周深为电视剧 光荣与梦想哑散的OSD之进曲 该歌曲一经发布就拿下了多个音乐版的冠军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歌曲《繁星璀璨的天空》 获得了第32届华丁奖中国百强 电视剧《最佳电视剧歌曲大奖》 以及腾讯音乐由你榜 2021年度影视歌曲Top5 由于这首歌曲的特殊背景 所以它的歌曲舞台都是国家级的 例如在2021年央视中秋晚会上 周深一次歌曲寄进了《寒天人》 此外还有央视的国庆特别节目 周深访问并养成了该歌曲 另外还有央视的大湾区新年音乐会 妥妥的都是重量级舞台 当然这首歌曲本身也的确非常好听 声线唯美 思思入寇 一往情深 热血豪迈 说到歌曲 周深在天赐三的《天赐金曲》 一路生花继续火热 延续四天拿下了QQ音乐 流行指数的第二名 这也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另外 腾讯音乐由你榜 今日还发布了 五月最热新歌Top10的晚单 周深有两首歌曲入榜 分别是位列第四位的无字歌传家 和位列第三位的四公主SS 周深在五月份发布的两首新歌全部上网 恭喜周深 接下来小朋友提一下 下周六周深加盟的天津618闪耀之夜 首先 小编先要解释一下 往年都有618晚会的商业活动 类似操拼一夜之类的 但是天津卫视的618闪耀之夜 是为了纪念天津建卫618年 并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 很多人都应该知道 天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天津卫 这是明代就已经有的名字 其中卫是明代的一个军事编制 今年正好是天津建卫618年 故此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而且目前 全网在于天津618闪耀之夜 相关的全部信息中 被提及评词最高的词语 就是周深 周深再次成为最热艺人 不仅如此 关于周深下周的活动 那更是热闹了 小编在这里简单的统计一下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6月16日星期四 B站夏日毕业歌会 和开始推礼吧上级 6月17日星期五 奔跑吧第十季 和开始推礼吧中级 6月18日星期六 天津618闪耀之夜 加开始推礼吧下级 以及奔跑吧第十季的加更 6月19日星期日 开始推礼吧的加更 下周四开始 到下周日 平均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两次周深 当然这也不排除 中间还会有新的行程 毕竟这是周深嘛 这些保底的活动 大家是不是幸福感倍增呢 视频的最后 微信提示一下 今晚就有 开始推礼吧的节目了 大家不要错过了 对于周深下周的活动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一日都见到明星 bom by bwd6